胡定欣、吳振宇和余香瑩 胡定欣、吳振宇和余香瑩 今天就一起出席電影工作者總會春明 貴為事後的胡定欣入行16年 今年就憑第一部電影作品《逆流大叔》 入為金像獎最佳新人獎 定欣對自己又有沒有信心呢? 其實真的很開心 雖然一直都知道電影公司 會將我提名新人獎 但當記者朋友打電話給你 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原來心情是很興奮 而且是覺得我呆了整個下午 即是很多 怎樣說呢 可能始終我跟其他的朋友不同 我始終都是入行有一段時間 我都曾經拿過公司的新人獎 沒想過在電影圈都有這個機會 所以是很開心 而吳振宇和余香瑩 亦都憑逆劉大叔獲得最佳男主角 和女配角的提名 就是平常興趣一個派對 膠掛了甚麼 還在選 但是其實自己想要一些舒服一點的衣服 因為怕會很小心翼翼的 就會不好看 因為女主角真的是三夫的那個女主角是太厲害了 然後女配角的就是洪姐還有周嘉儀都是自己很喜歡的演員 有 有啊 那你對自己呢 也是很開心啊 那你覺得誰是你的極實 應該每一個都是吧 因為很多網民都希望你今次有一個獎 對 感謝大家 沒有全部看完 沒有全部看完 燈 你 我 賺 你 我 想要 沒有 些 想要 妖